你拿个小碗过来呗 我们今天又来朋友这里钓鱼 但是最近没水 你看它这个鱼塘的全干了 没关系 我看还有鱼的 你看那里有鱼 但没以前多了 以前好多好多鱼的 小猪比较爱钓鱼 今天特意陪它来钓鱼 但不知道能不能钓得到 就开它的技术了 工具倒是挺齐缺的 你看 姿势搞得挺不错 钓不钓得到 肯定行 钓不到 我都在那里睡了几觉了 你没看到人钓到一条鱼 钓了一条了 多大 多大的 开到鱼在那里蹦来蹦去 但就是它不过来 不过人家也是要命的了 过来就没命了 对吧 你已经钓了几个小时了 三个小时就了 三四个小时了 就钓了一条 只过半个小时啊 你这 你知道从几点吗 从一点 十二点多吧 现在都四点多了 那不是过了四个小时啊 还只过了半个小时 过来钓鱼人 就不一样 还可以吗 鱼 还可以 一锅 一锅烫就行了 看这些鱼在那里蹦来蹦去 就是不值得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你看看 在那个漂的下面 哇哇 就是不值得啊 很多鱼的 哎呦 鱼是多的多啊 就是不上钩啊 老得很 你看 鱼在那个四个旁边 不光来光去 就是不值 是我的瞌睡不醒吗 哎呦 哎呦 大鱼 哎呦 跑了 跑了跑了 跑了跑了 哎呦 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 是没隔好吗 没隔好 哦 终于上隔了 终于上隔了 呀呀呀呀呀 别人跑了啊 别人跑了啊 怎么了 哎呦 五个小时两条鱼 这钓完的称号不行啊 你钓个麻烦呢 快ur 我还扔糖 肋膊 alleen 不下扇 拖ей 哎呦 哎呦 可以可以 юда 你把我拍下来 这个喂玉米 这个点有口 下午没有口 下午不想吃饭 鱼也是到饭店人 人家要出来吃的 每天要吃这么多 陪酒的吃一段时间 这个都不香 行不行 你看谁算这个不好剪 放心 这就是去别小花 你看这好大的贝壳 这个叫贝壳核棒 这可以吃的 看到没 我去下面举 看这里的水 因为这个塔里没什么水了嘛 这个就是抽这里的水上来 又有一条了 这个机率这么高 哎呀算了别钓了回家吧 够了够了够了不钓了 别开了 别拼了 开了等下扣扣了 小黄呢 立着钩子取就行了吗 你看这真的是不会切的 这是大一点 不知道 这才大一点 哎呦 这的一斤呢 这有一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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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炒鱼吗 这是炒鱼吗 对对 你看这个朋友叫他 唐主家 哦唐主家 做的豆腊脚做了一斤 鱼汤唐主 唐主啊 唐主回家 砍辣椒了 五十斤以上 有有有有有 我做三二十斤的 只有一点点 这个五十斤 这刀是砍辣椒的 你去帮他切一下 切一下那管子 它好像是水高 来这个洗好了 开始剁起来了 用这个剁 这种刀方便点 这种刀的话 它很快一点 还是就是 不会辣到水 像我用的菜刀就很容易辣到水 对 告诉别人 小猪在剁辣椒呀 这是一半还有一半 有点吃力呀 吃不吃力呀 吃力 慢慢来不急 不急的我 我其实最不急 今天剁完就行 小猪啊 我突然想到你上次不是去我朋友家钓鱼吗 钓了一个六七条鱼 七条 七条 我放在笔箱里面也冻起来就是说 没吃嘛 当时没来得及吃 你是不是想吃了 对呀 你想吃什么什么可谓的 酸汤 酸汤鱼呀 嗯 那行 那我一会就做个酸汤鱼吧 我们这边刷汤鱼的做法 我要结合一下你那边的 就结合一下你的口味 就是要把鱼你去掉 然后内脏去掉 全部洗干净 对 洗干净 然后接一下 再炒豆腊椒再煮进去 这样你吃起来可能更好 对 好吧 就这样我去准备把鱼解冻一下做啊 好